疫情年少 在雙北地區也出現了本土確診 一名在十四號從高雄返回臺北的確診學生 他的母親在這幾天出現了症狀 採檢確診 而至於新北市的本土確診 是亞東醫院護理師案17697的丈夫 他是在隔離第五天的時候出現症狀 採檢陽性 除此之外 爆發新設立確診的桃園 亞區電腦廠 因為在新北市也是有設廠房的 先前做疫調的時候 亞區是說他們沒有跨廠支援 結果二十二號中午才回報 有六十八個人前往桃園支援 這場市長侯友宜強力的抨擊 並將依法重罰三十萬 新冠肺炎疫情 臺北新增盈利本土確診 這名個案是家庭主婦 他在高雄讀書的兒子 由港區接觸使 事後後回臺北後二十一號確診 自己是在二十二號確診 衛生局公布兩人十六號到二十號足跡 並且大湖公園 內湖好市多 還有內湖區的診所超商等地 京北市也出現一例本土確診 是亞東醫院的護理師案一七九六七的丈夫 他在二十號隔離第五天的時候出現症狀 採檢陽性 等於是繼兩個兒子確診之後 一家四口都中標 與此同時 新北市也公布了外線市確診個案的足跡 曾經出現在高鐵板橋站 桃園站 海邊捷運板橋 西門等地 本土疫情延燒 累計有70例確診的桃園亞區電腦廠 在京北市中和也有設廠 所以京北市先前詢問 移工有沒有相互支援 都被該公司否認 結果疫調追查 中和廠有六十八名的移工 曾經前往桃園廠支援 目前中和廠暫停作業 三百多名員工擴大採檢 畢竟春節即將到來 本土疫情卻沒有平息 各前市只能繃緊神經 持續備戰狀態 這場英軍出財 台北新北報導